印度就会发展的越来越快 中国会发展的越来越慢 印度就会超过中国了 为啥子 Maki差点小起来呢 听很多专家研究者和科学家说 印度很快就会变成下一个世界大国 印度是否真的发展的这么快 在印度代国的Maki 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什么 德国晚上又出来散步 我是第一个小伙子 Maki 印度 你们去过没得 Maki去过 你们还记得吗 Maki在印度待了差不多两个星期的时间 又看到了很多漂亮的 很多好的地方 但是又有点辛苦 说实话 在印度旅游 因为虽然说它有很多好的地方 漂亮的发达的地方 但是也有很多乱脏差的地方 西方媒体中最近又有很多报道 说中国的人口和经济 就是说现在发展的没有以前那么快 当然因为越来越好了嘛 反正他们说这样下去 印度就会发展的越来越快 中国会发展的越来越慢 然后很快就会发生这个事情 印度就会超过中国了 为啥子 Maki 差点 小起来呢 如果你们看了 我的来自印度的视频 那你们可能就知道了 如果你们看到了 那边的人 环境 经济 整体的情况嘛 你们就知道 印度 离中国 还差得 比较远 很远很远 哪怕说数据 印度的人均GDP 比中国的有效五倍 印度可能用几十年的时间 还没有办法和中国跟得上 甚至超过它 但是确实在一个方面 印度已经超过了中国 已经比中国厉害了 也不能说厉害 就是多了 那就是人口 印度的人口 今天 已经超过了中国的人口 以前 中国就是世界上 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 现在 就是印度了 那么中国人 最小的 人口 就是 力量 人口 就是经济 就是发展 但是 这个 沟吗 沟 印度 变得越来越 好 越来越厉害吗 我觉得真的 没有 那么容易 因为你得有 很多 人 你得有 聪明的人 你得有 努力的人 然后 你还 会管理他们 使用他们 你的这个地方 才可以发展得起来 才可以变得越来越好 因为 因为印度的人口 一直都很多 本来就很多 但是 为什么 就是 到现在 还没有 真正的 发展起来呢 那就是 制度 的问题 印度 很多地方 像我刚才说的 真的是 很乱 阻止的 不够好 不够有效率 这个也是 为啥 印度 很多地方 就会 这么乱 当然 你会有很多 有钱的人 很多漂亮的 地方 很多好的事情 这个是 夏天 的声音 而且 目前来说 在印度 这种 不太好的 地方 和事情 穷的人 比 好的 有钱的 发达的 事情 要多 得多 当然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国家 都会有 比较厉害的人 和地方 但是 你得看 平均啊 你们就想一下 如果中国 有 一个 两个 三个 比较厉害的 地方 的城市 只有一个 北京 一个上海 一个省镇 那就不算傻 其实 也不会 像今天 一样 那么好 但是 最主要的 一个区别 那就是 中国有一些 非常厉害的地方 像我刚才 说的这几个地方 然后 有很多很多 非常好的 地方 像 重庆啊 郑州啊 成都啊 广州啊 还有很多很多 很多其他的 但在印度 除了那些 特别著名的地方 蒙玛呀 新德利呀 大部分的地方 都远远的 没有 到达 国际 大国 经济大国 的一个标准 所以说 如果 问我 问马克 中国 中国是否真的 需要担心 这个 事情 我觉得 不用 那么的 担心 起码在 最近 这段时间内 我觉得 不是 非常的现实 不是特别的 可能 印度 首先 还有很多很多 问题 需要解决 而且 再说了 中国 发展的 越来越慢了 那也 差不多 哪去 那么 我的朋友们 你们觉得 印度的情况怎么样 印度 达不到 国际 大国的标准 最主要的 一个原因 是什么呢 你们可以在 评论里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 是 德国 时间 晚上 九点 四十多了 天 还凉着 当然 马上 就开始 天黑了 是不是 有点像 中国的 新疆一样 晚上 十一点 甚至 一点的时候 还 天亮 这个就是 德国 夏天 的情况 我的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 也就到这 如果你们感觉 有意思 可以 分析的 也挺对的话 那就别忘记 支持一下 Maki 你们可以 点个键 关注一下 我的账号 那当然 Maki 感谢 今天 大家都观看 我说 再见 我们下次见